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五个州正在进行七中选举党内初选 包括关键战场州 宾夕法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 尤其是川普公开支持的明依奥茨 能否获得宾州联邦参议员共和党党内提名备受关注 共和党和民主党选民将在11月期中选举前 首先选出他们的党内候选人 2022年所有435个美国联邦众议院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4个席位均面临改选 周二的重头戏在宾州国会参议员党内初选上 尤其是共和党党内初选 宾州州参议员共和党人道格·马斯特·里亚诺在周二的提名角株中胜出 将在11月期中选举中与民主党人乔什·夏皮罗对决 在肯塔基州民主党挑战者查尔斯·布克正在庆祝 沉浸在他被提名的历史性之中 这位进步派的布克在初选中轻松战胜了其他三名民主党人 但他面临着与两任参议员兰德·保罗的一场更加艰难的战斗 沉浸,我想谢谢你为我认为我认为民主党党的选择 我很高兴地与你选择 芬兰和瑞典两国今天正式提交了加入北约联盟的申请 虽然芬兰方面以绝大多数的赞成票通过了这一决定 但瑞典民众对此的态度却层次不齐 不少人表示加入北约这一举动将正式结束他们长期以来的中立立场 但国家安保以及地区治安的加强却也十分的必要 就在今日,美国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使馆 在关闭近三个月至久之后终于重新开始运营 国务卿布林肯在今日声明 虽然大使馆目前已正式重启 但起初只有少数外交官返回 因此,美国驻乌克兰领事馆将不会立即恢复运作 而国务院仍然警告美国公民 不要前往乌克兰的任何地区进行外出旅游 同时就在今日,北欧国家芬兰和瑞典正式提交了加入北约联盟的申请 而专家指出,这将是欧洲这数十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安保框架的变化 就在昨日,芬兰国会议院以一面倒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申请加入北约的决定 专家指出,两国加入北约联盟的这一举动 将正式结束他们长期以来的中立立场 然而对此,不少民众表示他们对政府的决定并不满意 但同时,不少民众也希望两国能够通过北约 而进一步加强国家的安全和安保 所以您现在感觉到美国的选择 参与美国的选择呢? 是的,是正确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会发生在20年 这是我的关系 水牛城,种族主义大规模枪击事件的调查 今天公布了令人不安的新细节 这一名涉嫌开枪打死10人 大伤3人的男子 在枪击开始前30分钟公开了自己的计划 并邀请他人查看 政府官员表示 如果人们已经知道了他的计划 应该被追究责任 水牛城枪击案造成的愤怒和绝望 仍在社区蔓延 18岁的白人嫌犯被控周六 在一个主要是黑人社区的超市枪杀10人 打伤3人 通信服务机构表示 嫌人人在他们的网站上 创建了一个私人聊天日志 讨论他的计划 并在袭击发生前30分钟 邀请人们查看他的聊天日志 这些帖子后来在网上论坛被发现 这名持枪嫌犯在论坛上写道 他在3月的同一天去了这家商店三次调查他的布局 根据他的帖子 选择了杂货店而不是教堂或学校 因为他知道高峰期那里会很忙 这些帖子还表明 嫌人人选择这里 因为相对于他家附近来说 那里黑人比例最高 去年6月 詹德龙因他在学校发表枪击威胁言论 而被拘留进行精神评估 但纽约州警方没有寻求 针对他的危险信号保护令 全美的新冠疫情数字再次反弹 并增长了足足一倍左右 为了加强防疫工作 FDA不仅通过了一项新的非处方新冠测试 而且还通过了辉瑞疫苗加强针 在5到11岁儿童群体 进行注射的紧急使用授权申请 在过去一个月 全美上下的新冠确诊病例足足增长一倍左右 而东北部地区所受到的打击更为严重 专家预计在未来四周 国内的新冠死亡率和住院率将持续攀升 据悉 当递近40%的居民生活在较为拥挤的社区 所以医生强烈建议 他们在室内也需佩戴面部防护 我们仍然有很多要关系 关于疫苗 关于增长 关于增长 关于明显 我们有免疫苗 其他所有厢迹 在社区中的神移子高 在医生力量等 每个人应该背景 Every one should be using prevention measures and wearing a mask in public indoors settings in areas with medium coefficient ivi lovely 同时食品药物管理局通过了一项新的非处方新冠测试 与其他测试不同 该项检测从鼻腔内部收集样本 并可以检测到新冠 疗感和呼吸道病毒 而在采样之后 患者只需将样本送回机构 并可以从网上查看他们的检测结果 与此同时 美国儿科学会已经连续五周报告 儿童群体的新冠案例出现持续上升 就在昨日 食品药物管理局通过了汇瑞疫苗加强针 在5至11岁儿童群体的紧急使用授权申请 公司表示 这个年龄段的儿童群体 必须在接种第二针的5个月后才能注射加强针 而在进行注射之后 他们体内对抗Omicron County增长足足36倍 英国通红率创40年轻高 休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英国官方今天公布了4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显示其通货膨胀率上涨9% 创下了过去40年的高位 也进一步加剧了居民的生活成本 对此英国首相强生表示 他的政府将会研究所有必要的措施 来帮助那些苦苦挣扎的人们 英国财政大臣李希·苏纳克 在今天公布了该国4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苏纳克警告说 在通膨率以40年以来的最快速度上涨之后 接下来的几个月将会是非常艰难的 其中最贫困的人受到能源账单 急速上涨的打击最为严重 数以百万急的人将会看到每年大约700英镑 也就是865美元的能源成本增加 财政大臣也悲观地告诉企业主们 任何政府都无法采取任何措施 我们也无法通过任何法律 让这些全球性的影响在一夜之间消失 英国能源监管机构 已经将家庭的能源价格上限提高了54% 英国央行也已经连续四次加息 将借贷成本从大流行时期的历史低点 0.1%提高到了现在的1% 庞大的通胀数据 给已经担心生活成本的家庭 带来了又一次的重击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4月份通胀上升的大约四分之三 来自电费和燃气费的上涨 汽油和柴油的价格也分别创下记录 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也有所上升 而工资却未能跟上通胀的步伐 导致人们的生活成本继续大幅攀升 对此英国首相强盛也一改以往的乐观情绪 表示他将研究所有的必要措施 来帮助那些在不断上涨的账单中 苦苦挣扎的人们 英国现在的通胀率为所有及其国家中最高 德国为7.4% 法国则是4.8% 英国政府可能会面临进一步的压力 要求其拉动财政杠杆 以寻求减轻秋季家庭的痛苦 但英格兰银行行长安德鲁贝利警告说 最坏的情况还没有到来 成本紧缩可能会使该国处于衰退的边缘 由于能源费用可能会进一步的上涨 通胀率将会在今年晚些时候达到10%以上的峰值 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的2021年度报告指出 有四项气候变迁关键指标打破了历史记录 包括温室气体浓度 海平面上升 海水温度 以及海洋酸化 过去7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几年 高温的情况今年持续恶化 联合国警告 全球能源系统正将人类推向灾难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 在其出版的2021年全球气象状况报告中表示 温室气体浓度 海平面上升 海洋暖化和海洋酸化 在去年都创下新高纪录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这项年度回顾是令人沮丧的一连串人类未能解决气候破坏 全球能源系统正在崩解 使我们离气候灾难越来越近 在烧毁我们唯一的家园前 我们必须终结化石燃料污染 加速可再生能源转型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 人类活动正对陆地 海洋和大气造成全球规模变化 对生态系统产生有害和长久的影响 世界气象组织报告证实 过去七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七年 2021年初和年底的反圣因现象 对去年的全球气温产生降温效益 就算这样 这仍然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度之一 2021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准高出约摄氏1.11度 研究人员表示 全球气温上升一度左右 就能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 例如去年北美发生了史无前例的野火 印度和巴基斯坦遭受到猛烈的热浪袭击 报告中还表示 海洋热含量去年创下历史新高纪录 超过2020年数值 世界气象组织说 预计海洋上层2000公尺的温度将在未来继续变暖 并说海水变暖正在渗透到更深层 芬兰与瑞典今天正式提出加入申请 不过北约成员国土耳其重申反对意见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今天重申 只要芬兰与瑞典持续支持对土耳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恐怖组织 就不会同意两国加入 瑞典与芬兰大使今天在一场短暂仪式中递交申请函 两国信函都是用带有国旗装饰的白色信封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表示 这是我们必须把握的历史性时刻 我热烈欢迎芬兰与瑞典申请加入北约 你们是我们最紧密的伙伴 你们成为北约成员国后将强化我们的共同安全 北约认为芬兰和瑞典加入将大大强化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力量 不过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自两国表态加入以来 持续抱持反对立场 土耳其《每日晨报》报道 芬兰瑞典正式申请加入北约数小时之后 总统埃尔多安在执政党正义发展党国会小组会议中表示 只要芬兰与瑞典持续支持对土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恐怖组织 就不会同意两国加入 土耳其曾一再抨击瑞典和其他的西欧国家 对土耳其眼中恐怖组织的处理方式 包括库德族团体 库德工人党和人民保卫军 以及流亡美国的土耳其伊斯兰教士葛兰追随者 埃尔多安说 尽管若干北约盟友对土耳其抱持敌意 土国始终按照北约期望履行一物 他指出 瑞典不过土耳其要求拒绝印度恐怖分子 却要求加入北约 埃尔多安表示 我们是积极支持北约活动的主要国家之一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毫无疑问地同意每项提议 呈现台义教会枪击案的凶手周文维 昨天通过音频的方式首次出庭 据法院部门透露 周文维共面临十项刑事指控 最高可面临死刑 FBI目前也对该案进行介入 并试图确认是否会对凶手提出联邦级别的仇恨犯罪指控 昨日呈现台义教会枪击案的凶手首次出庭作证 据法庭部门透露 该名68岁的枪手 总共面临十项刑事指控 昨日下午 68岁的周文维通过音频的方式出席法庭 据警方透露 周文维面临五项谋杀尾碎 四项持有爆炸性武器 以及项杀人罪 据目记者称 该名嫌犯不仅使用了铁链和钉子将教会的大门锁死 他还身穿了一件黑色的衬衫 并且上面写着保安两字 据悉 安监的死者是一名52岁的医生 名为郑达志 他是教会内部首个试图将嫌犯制服的在场人员 不少人事后纷纷赞扬 该名医生是一名伟大的英雄 城县警方表示 枪手应对整个台湾社区不满 而发动了此次出于政治动机的仇恨犯罪 而截至目前 FBI也正在确认 他们是否将对该名枪手提出联邦仇恨犯罪的指控 洛杉矶线平均汽油价格周三上涨了2.3美分 至美加轮6.089美元 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分析人士警告说 到了8月份 全国平均价格可能达到6美元或是更高 专家还指出 全国国油库存处于2019年以来的最低季节性水平 而这可能会对夏季旅游产生很大的影响 据报道 洛杉矶线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周三上涨2.3美分 至美加轮6.089美元 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据石油协会和石油价格信息服务公司的数据显示 洛杉矶线平均油价已经连续上涨了21天 共计上涨了31.5美分 其中中二上涨了3.7美分 洛杉矶每加轮平均油价比一周前高出19.8美分 比一个月前高出28.5美分 比一年前高出1.914美元 此前的最高纪录是3月28日创下的6.07美元 承现的平均油价连续第二天上涨到创纪录的水平 上涨2.4美分至6.073美元 在过去的21天里 该价格指数上涨了20天 共计上涨了36.2美分 其中中二上涨了3.6美分 承现的美加轮平均油价比一周前上涨了23.7美分 比一个月前上涨了31.1美分 比一年前上涨了1.941美元 全美平均油价上涨4.4美分至4.567美元 超过了周二创业的记录 能源情报署的数据显示 原油成本占汽油价格的比重略高于一半 其余的价格包括生产成本 分销成本 分销和销售的间接成本 以及列油厂在加州支付的税收和探底消费用 分析是警告说 到8月份全国平均价格可能达到6美元或者更高 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天然气价格飙升 专家还指出 全国汽油库存处于2019年以来的最低季节性水平 这可能会对下届旅游产生很大影响 稍待会来要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答话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大盘今早继续下滑 Target股价重挫25% 多家零售商财报令人失望 投资者重新审视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鹰派言论 并持续关注美国的经济状况与通胀的前景 美国4月的新乌开工数下降0.2% 由于通胀影响利润 零售商业绩欠佳 投资者忧虑 通胀加剧 三大指数低开低走 踏入中段 道指一度下跌了超过800点 纳指也下跌了逾3% 来到尾盘跌幅进一步的加深 收盘时道琼斯指数暴跌了1161点 收报31493点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66点 收报11418点 而标普外指数则下跌了164点 收报3924点 经济数据方面 抵押贷款银行协会MDA公布了 美国上周的抵押贷款申请指数下跌了11% 之前一周则是上涨了2% 置业指数下跌了11.9% 之前一周是上涨4.5% 转按指数下跌了9.5% 之前一周是下跌了2% 30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为5.49% 之前一周为5.53% 各股方面 美国折扣零售商Target公布了 截止到4月底为止的第一财季 盈利下跌了近50%至10.1亿元 去年同期为21亿元 美股经调整之后的盈利为2.19元 低于市场预期的3.03元 收入为251.7亿元 优于市场预期的244.9亿元 去年同期为242亿元 业绩曝光之后 该公司的股价一度下挫了于26% 集团的行政总裁康奈尔表示 营运成本高昂 影响手机的利润 部分非必须的消费品需求疲弱 集团要以大折扣出售商品 打击了业绩的表现 他相信高成本的情况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集团的财务总监表示 将坚持向客户提供具有价值的优质商品 即使意味着集团要承担部分成本上升的后果 公司首计同店销售的收益上涨了3.3% 好过市场预期的0.8%的升幅 即便如此 今天收盘时 公司的股价依旧大跌了24.9% 收报每股161.6元 全球最大的串流影视服务公司Netflix宣布裁员 Netflix宣布将裁员约150人 主要是美国员工 这次裁员的人数占集团 美国及加拿大员工总数的约2% 集团表示 本次裁员主要因应业务需求 并指收入的增长放缓 意味着Netflix成本增速也需要放缓 此外 Netflix在第一季度流失了约20万付费用户 是于10年以来首次出现用户流失的情况 集团预期 本季将流失200万付费用户 收盘时 公司的股价收报每股177元 下跌了7% 以上就是华尔电视记者赵璐 在纽约为你带来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今天5月18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于昕伦 在新闻之后 不要错过紧接着播出为了庆祝一年一度 亚太传统月缩制作的特别节目 华语电视特别邀请到了许多亚太裔成功人士 叙述在美国奋斗的经历 在新闻的最后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